从紧接在第一季完结之后的第一章 开幕与LIFE FUN演唱会谢幕后 现正正印中的第二章 以及在院线上映的时间 甚至多少和正式开播的日期有所重叠的第三章 先不论闪耀四台动画版的第二季 到底能不能获得主流市场的肯定 第二季在各方面换成用什么方式说故事 内容上带来了哪些不同的呈现 以及也许许多人着重的一点 原作卖点之一的剧情 到底在媒体转换的时候 也没办法表现出处于吸引人的魅力 在亲自去日本看过 加上整理过网路上的评价之后 今天要来聊聊目前已知的情报和关剧体验 当然也会包含猜想还没上映的第三章 甚至是可以从公开媒体中 找到关于第二季后续的可能性 大家好,我是Skim 今天的影片不长 首先会谈谈7月底去看迷光登场的第一章感想 接着是Nokchew亮相 以及改编安迪卡和阿富斯特朗米利亚重要剧情的第二章 收集众多感想所整理出的评价 最后轮到第三章预告里的线索 可能指向哪些原作的剧情 还有相信旭泽和Comitech的粉丝非常在意的 会有所谓的第三季让喜欢的偶像登场吗 今天都会一并聊到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和第一季动画解析时提到的一样 考量到最佳团体迷光和Nokchew亮 需要一定程度的篇幅去让他们向观众介绍自己 分成一张四集的院线上映方式 选择的各在第一、二张直接给了两个团体一整集去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季试图想用来表现同一时间点 其他团体正在做些什么的手法这次放弃了 看来是打算让官剧体验可以更集中于迷光和Nokchew亮身上 至于剧情也不在原创 而是绝大多数原作粉丝喜闻乐见 明显可以看出拿N杂版既有故事去改编的脉络 先记住这里特别框起来的绝大多数 后面会有另一个根据其他人敢想整理出的担忧 同时挑上的也都是他们首次以团体芝芝登场的那段过往 当然随时来的疑虑 就会又回到改编作品可能都会面对的通病 不同的媒体平台在表现同样的故事时 要怎么去避免过于执着重现本来的优势 结果忽略媒体转换时的先天限制 反而凸显不出魅力 假设哪有亲自实际看过的第一章 阿萨姬 冬子和爱依相遇之后相处的过程举例 我的确重温Strike Run想要呈现的人物关系和情愫 甚至演出就算有摆明的一画揭幕 但是依然把演说的桥段另类的如法炮制出来 那些原作中的经典画面 会以有点不一样的形式还原 算是第二季令人意外的记忆点 包含Nokiu的主场集数也是如此 头 圆香 小蜜和除菜 原本是为青梅竹马在登场的第一篇团体剧情里 最后的哪一幕经典到感觉飞言不可 依照有趣看过的NokiuP描述 会在角色门的心情很接近 情境却意想不到的情境去表现 只不过这也是令有些人担心 甚至怀抱不满的部分 包含第二章在内的原作改编剧情 虽然明显以单一成云为核心 配合加快节奏的叙事 会让观众更容易专注于动画的内容 但是那些碍于节奏而没有放进动画的经过 是否影响剧情的完整就很因人而异 虽然不至于到每位角色的戏份 都会出现不合理的分配不均 但是故事在推进的时候 主要登场人物表现出的想法和行动 能不能足以说服多数观众 他们都是第一线的参与者 还是得打一个问号 好在这是在确保气氛营造成功的前提下 才会去进一步产生的意见区别就是了 讲到气氛的营造 去看过第二季先行上映的人 我想大多数都会对原创曲增加的数量有感 以实质的数量来比较就会很清楚 相比第一季只有Zibasa Gravity 第二季光是第一章的四集就演出了五首 第二章则配合安迪卡的剧情 推出了片尾曲呆呆优里米莱 应该能满足渴望借偶像类型作品的改编动画 享受接近Live体验的客群 同时第二季正式开播的期间会遇上万圣节 最接近时间点的集数 故事会演到283举办第一次以万圣节为主题的小型演唱会 包含迷光在内当时的五个团体 成员会打算重新分成四个组合 去各自表演新歌 丑备期间偶像们之间的交流 也会进一步替之后发生的剧情留下一些铺陈 譬如千雪和自带子主动和真乃搭话 说出口的内容后来会真正呼应彼此怀抱的烦恼 第二章已经正式用改编 《无私梦梦一路に空がらがって》 去设法描写千雪的内心 当时千雪的台词 很明显和自己对于Austoromedia产生的犹豫有关 从第三章的预告来看 自带子将会是Hoka在第二季重点描写的人物 除了画面上闪过的个人特写 出现了哭泣这样情绪反映激烈的模样之外 原目闪过自带子的身旁跟着一位短头发的女孩子 对比MX版近期推出的PSSR Hajime Masi Dei Lasto Dance 这个人非常可能是谁都忘了 也就是导致本来没有打算成为偶像的自带子 因错阳差之下接收了835所征选试境的关键人物 详细的介绍会留到正式播出之后那集的解析影片再聊 其实在原作自带子的个人故事里面 他们一直都给予彼此很深的影响 接着如果依照已公开集数的逻辑 Hoka也会有一段根据原作剧情改变的经历 Kandau竟然要聚焦于自带子的人物背景 GO,TOKOROKI,CLIMAX,BANKAIJI 这篇表面上是请Hoka演出架空剧本的影集 实际上在故事实验线中首次让自带子主动提及 这起之所以来到835所动机的活动剧情 理论上是条件最为符合的选项 也能够解释预告中Hoka为什么无人一起通勤 和仪式再次合书的场景 预告最后的部分 从6个团体站上舞台的阵列以及布置来看 甚至89会比照第一季结尾的模式 又要来一定程度重现往年的其中一场真人演唱会 应该是2020年10月底的Music Dawn 虽然还不知道最后4集故事的分配 如果说第二季的结尾最后只是单纯还原Music Dawn 老实说会是一个令人不解的安排 先前的影片也有提过 算算第二季画下句点的月份 会落在接近圣诞节的12月下旬 接触原作举行到一定程度的观众 应该会联想到Akaru Heia和Present For You Music Dawn固然以演出的成员完整度来说最为吻合 只是一想却也似乎不是最好的选择 至少站在铺陈尼西卡的登场来说 圣诞节相关的元素肯定会更为自然 又或者这代表会用OVA或剧场版的规格和篇幅 去改变Akaru Heia或Present For You 接着让第三季的开头 拥有更加游刃有余的步调塑造续子 Luka跟着有一个合理的登场理由 故事实验现在推进到一个合适的点 Cometic自然会在动画这个媒介和大家见面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现在讲这些都太早 然而根据第二季正式开播的最新宣传海报 土中分别有6个团体 其中为成员座上的透明地方体 还有两个位置是空缺的 不正好对应还没登场的两个团体吗 或许从来就没有因为预算和营收不好而不做的动画续片 只有愿不愿意想办法继续创作的主创 第三章上映或是10月初6.5周年演唱会的时候 也许我们就能知道答案了 我是Skim 感谢你看到最后 和我聊聊你对第二季的猜想或期待 希望第二季依然能够有正版的中文管道可以收看 那就下支影片见啰